这盘棋讲解的是老牛破车 2015年踩身碑 红方是红智 黑方赵欣欣 这是双方的第二盘棋 开局是中炮过河局对战屏风马 对这样一个棋的话 红方现在多走的是马八进七 或者是兵器精 正常开出大子 比较稳妥 那兵武七一 这是一个老式走法 到现在已经很少人这么下了 因为它属于老牛破车系列 到这以后 黑方有这个捕适的走法 也有金三足的走法 发扬下去的话 双方都是可战的 但是作为后手方来讲的话 如果你没有研究过这个局面 很可能就被对方打得还不了手 所以这种招法 以前这么走 就是攻得比较猛 一般人可能是措手不及 称之为牛头滚 非常凶的招法了 现在的话 有这个炮八推一的手段 这个棋就比较简明了 放个中炮的话 给你对个局 你就没棋了 红方在这不冲的话 被吃掉也不行 冲 冲的话一打 将来这边是一个交换 到这 黑方不要先打 因为红方可以马三进武 将来你得采局 他通过对炮之后 等你足五进一 他再放一个中炮 将来你会受攻 所以的话 黑方先持局 不着急 炮在后围先 对方如果冲的话 是得帮黑方上马 那肯定不行 红方平兵 现马正招 黑方炮二平 眼看又出局 此时这部吃炮太厉害 红方可以考虑 简单打掉 然后炮八平五 反架中炮 虽然说将来上马之后 黑方先处局 但是红方毕竟过了一个兵 双方可战 那么选择马八进七 他是用纠缠走法 黑方出局之后 准备吃炮 红方还不能打 因为中路离不开 这打你老将 就算你去补试 他过去吃马 你也是事先了 所以红方过了个兵 他这个棋不好控制 走的人也就少了 对方出局以后 那么这里黑方过和局 这儿的话 红方被牵住 他不对局吧 不舒服 黑方将来这个马 如鱼得水 只管上 那么你对的话 如果对掉 红方过了个兵 这个棋还不错 但是黑方他不对 抢先吃马 红方的话 进局 如果说吃马 双方会形成对杀 这个棋 黑方的速度比较快 所以红方不敢这么下 将来棋子是没有把握的 他选择马三退伍 意思是走一个 波心马 连环起来 找机会 再过来吃你的马 看似好像黑方这个马 要受制了 怎么办呢 黑方足三精役 准备踩对方的兵 如果把这个兵吃掉的话 对方将严重失先 那黑方将会占优 如果你平过来 他吃掉 那这个棋 你拱了半天也是徒劳 还是黑方反先 这儿的话 这个棋 你往下冲 到底是一样 这马就上去了 所以他为了 让对方这个局往回 撤一步 就选择吃掉 以便他可以推炮 打狙打马 利用你 黑方的三路线 存在严重的问题 一旦处理不好 就会失子 怎么办呢 黑方走一步 狙三平二 直接吃狙 那这个步棋 看似好像跟平炮打马 没关系 但是他就是利用你的马 给狙伸根 如果你狙一走这招棋 你狙没根了 他白吃个狙 那你等着输 所以你必须得把它吃掉才行 等你一吃 这个马就上去了 将来你炮九瓶漆 就利用不到它了 所以这个棋 红方赶快把这个炮换掉 即便如此 黑方进行补视 那这个棋 黑方多了一颗中足 也是局面稍忧 红方这个棋 赶快跳出窝心马 避免被利用 这儿的话 这个棋 黑方赶快上马 明知对方吃足 却不补相 什么意思呢 他是让你踩进来 你这边一踩之后 马切进六 这儿给你再吃一个 那你不吃也不行 吃完之后 红方终于从心理上 感觉平衡了 我多了你一个兵 其实这个棋 黑方形势不错 他两个马的位置 空着你 你马不舒服 随时上马一摁 上马一踩 你就受攻 红方这个棋 也没办法 只能够是进行一个防守 这儿的话 黑方先走 抛一瓶三 神谋远虑 因为你要先上马 他能打你一下 你根本坐不住 你上马也是交换 没有意义 那炮一瓶三的话 这个棋在于 直接有一个进炮去摁对方 不给他机会 那么这儿的话 这个棋 红方就顶起来 不让他点 然后的话 黑方就往里切 这儿的话 红方看似 踩掉之后 可以踩炮 其实人家这里可以打马 也可以打你的边兵 总是能抢到新手 一旦一打兵 将来马斯尽二 卧槽踩炮 又打着边兵 放中炮 手段非常多 所以这个马的位置 还是不错 如果踩到边线 就比较累 这个棋比较苦 所以他往中间切 找机会 铺槽 这边刷马引拳 那么这棋 黑方就炮三金 先打一步马 对方跳进来 时刻准备着 握槽 刷马引拳 黑方的话 这个棋走马斯尽二 先踩炮 红方的话 你即便跳进来 他这边也可以 走一个炮三平四 所以的话 他可能退回来 或者是知识结尾 那么这边踩着炮还可以将军 看你怎么走 所以画红方在这里 已经是很难防守 你总不能不要炮吧 所以对方这个棋 如果走到一个炮一平六 被黑方先锁住的话 那这棋就危险了 所以他就打出来 希望来一个对杀 将来炮打这个中族 是一个偷杀 那眼看要偷杀 黑方怎么办呢 黑方自然是先跳一江 对方老帅离位 这样的话 这个棋 正常招法是要炮三平二马后炮的 但是由于马在这里 你走不到 那怎么威胁他呢 这个时候马三推四又是一将 那红方一看 我在归位 这儿的话 这个棋 暂时还是没有棋 因为挂脚的话 配合不上 索性 卧槽 把对方将起来 这个时候黑方走了一步 炮三进一 这步棋 可以说一招两用 又防止了你打 中族马后炮的偷杀 又防止了你马对进 把卧槽马的手段 所以走到这里 这个棋 确实走得漂亮 红方 冲兵一二三 需要三步棋 显然来不及 黑方这边 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 跳马就可以将军定位了 然后的话 红方就希望平炮 先把对方马赶走再说 你要一将 他退回就没棋了 黑方这时候呢 有一招 炮三平二 非常厉害 注意 马后炮 配合这个马 就要出棋了 出这边 跳一将掉起来 出这边的话 点将上来 那这个棋位置也高呀 将来一扑马进去 两边跳杀 所以对方这个棋痛苦呀 他现在上马 根本来不及 要杀你就回马了 此时呢 想找机会 冲兵过来 拱炮 但是这个棋啊 还是速度很慢 黑方上去一脚 就是踩着炮 那么你冲兵 需要两步棋 人家一步就吃炮了 你赶快跑吧 跑了之后 上马就是一将 定位啊 出这边马后炮 那很明显 有出左边 出来之后呢 这个老帅就进不去了 那已经实现定位了 接下来这个棋呢 推炮 以退为进 非常精妙 他是要走炮二平四 准备知识杀棋 那对方 只好退回 也没有办法 炮二平四之后 眼看杀棋 彩相都来不及 怎么办呢 正常是要补试 但是的话 你补试 他这个马 就可以将你了 所以呢 对方到这里啊 也是痛苦 他选择是回马 试图呢 这个马往里填 随时保持老将灵活 你要敢将 他就进去了 那黑方这个棋啊 选择的招法 就足无精役 准备呢 进足备着马 然后呢 再指使杀 这个棋很厉害啊 红方现在回马 意思在于 你将军 我给你垫一个子啊 然后我这边 打你的马 看你怎么走 黑方到这 足无精 只管冲啊 就不要了 那么对方 也只有去打 看似是一个交换 实在呢 黑方啊 不着急 他先下一步 指使将军 对方只好献马 此时的话 这个棋啊 正常比如说 吃掉这个马 那个马要丢啊 到这得子就赢了 那赵心心到这里啊 走了一步回马进枪 非常妙 这个棋意思在于呢 我不但啊 要吃你这个子 而且呢 这边还跳江啊 踩炮 更关键的是 马四进三杀棋 所以这个棋啊 对方也就有闪 闪开之后呢 道理也是一样 最终还是把这个子给吃了啊 眼看这个棋要得子 那对方也挡不住啊 剩一个单炮 人家是马炮足 那对方也就认输了 到这里赵心心获胜 好